中山大学美国南加州校友会鲁迅文化基金会 美国鲁迅文化传播协会共同主办的一场名为 《大师对话鲁迅与中山大学的线上》讲座 本次的讲座旨在让校友会的校友们更深入地了解鲁迅先生与中山大学的故事 讲座当天有请到了鲁迅长孙及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灵飞先生 以及中山大学副校长及党委常委蓝平先生作为特邀嘉宾 并由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及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朱崇科教授 鲁迅文化基金会首席专家及上海鲁迅纪念馆前馆长王熙荣教授作为主讲嘉宾 周灵飞先生在致辞时表示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文化研究充满意义 并肯定了本次讲座对发散鲁迅思想传播中国文化 沟通人们的心灵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看到许少尉先生和他的很多中大的美国校友虽然身在他乡 但心系故乡一直在传播文化促进交流 所以他让我常常想起鲁迅的一段话 他说人类最好是不隔膜相关心 然而最平整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 在随后的讲座中朱崇科教授分别从教育家革命家中年男人等三个角色来讲述鲁迅先生与中山大学的故事 并分享了鲁迅先生对广东地区改革现状的批判性感想 而王熙荣教授则主要分享了鲁迅先生在不同城市的生活过程中 如何为每个城市赋予不同的性格色调和味道 本次的讲座让与会嘉宾对鲁迅先生与中山大学的故事有了更多的了解 并对鲁迅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同时也讨论了如何把鲁迅文化中的成与爱的核心思想运用进生活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